画面上是市长谢果良带领都更推手市府秘书长方定安与都发处长谢孝坤与居民面对面 希望透过这个联红社区都更工作站来积极推动围绕都更 对市府团队的用心与效率 来到现场的多位市议员与立委代表等意见领袖都相当认同与肯定 我变得均匀 当然这时候我们的市长和邀请这么好的团队 当然如果这些团队未来要知道这些团队一定要向上相信 现在你向上市政府向上这些团队未来你要向上这些建设 在市政府才会做这些团队 当然如果阻根不能再等 你刚才等会越多 你刚才一平可能你一天一天 你刚才等会越多的时候政府都在港港越多的时候 基本就没有机会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些团队 你回去的时候才要去戳门 我都会说一下 这一步人一定要走 这一步人又走下去了 我们未来又等会越多 我们可能会去戳门 0403 第1天 今天4月30号 他随移移移移民的这个办公社 刚才上中要的 他在说你听到的 你找的对 问的对 我会想要做的对 做的对 做的对 也要你们到三天 大家的都更有什么都不正 就是刚才我们方理所长 高队这一家乡 就是每天都为了一瓶或一瓶多钱 刚才我们同仁有说 这久人工的材料是越来越贵 尤其是住这种危险的房子 是越大越怕 尤其是我们地人余政不断 他当时要再来爆发一次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在这里 拜託大家 我们这办公社的生理 刚才我们市长有说 我们刚才有这个通告在这四个人 我们的机会做你的抗云 要在预算 有很多人教你 专业的人教你 来协助你 他最终的 就是 你们要自己 你们来团队 你们大家说好不好 好 你们来团队 我们做你的抗云 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房子是你们的 要不要盖是你们的问题 要不要好是你们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现在市政府 已经有这个都根办公室 来协助大家 希望大家 你要现在一瓶 现在如果说你一楼 一楼说两千万好了 你愿不愿意把它换成 以后价值更高 四千万的价值 我们不要一直在局促 在说我要一瓶换一瓶 我要一楼换一楼 我要宣导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的房子有 价值五百万的价值 但是盖好以后 我是三千万的价值 现在没有多久 我和一組組合来看 因为我们一部同座庆 马上成立这个工作站 这真的是用心要来做事情 所以都希望同意 要像我们刚刚开始议员所说 有点实际 不要在计划太多 未来更好 你如果计划之后 我会不会成事 我跟你说 既然市有史以来 不要刚刚成功 现在 现在 因为我们指定 成立这个单位 就专心来 合作大家 从这个身份来安心 相信市场要做 一定能努力 来配合大家 只要大家更新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现在安陆社区 这个厉害 这一部分 公团 已经有一个 很好的议会 开始我们建设 我们的准备 要完成 那也感谢很多议会的支持 我觉得整个都更办公室的 整个规模 跟人力 在我们做到一个绩效 跟一个成绩之后 还要再跟议会 请求更多的资源 来增加我们都更的能量 因为基隆市 有待要都更 要更新的老旧房屋 实在是非常的多 地震又频传 这就是我们未来施政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今年也感谢各位议员的 力领跟支持 好 OK 有关对矿区的问题 基隆我们都要什么 我想我们乐见 中央跟地方 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那这样子 统一的做法之后 大家都可以觉得 比较 可以按照这个标准 就是大家都一起来 共同的来改善 这样子的一个 目前的法规的不足 根据内政部统计 基隆市平均屋 零约33年 超过30年老屋将近有5成 在地震频传的情况下 基隆的都市更新 已经刻不容缓 都发处长谢孝坤说 市府已经成立都更专案办公室 除了完善都更法令 全面盘点本市公有土地 找出具有开发潜力的基地 并透过行政协助来推动之外 希望透过都更办公室的资源与人力 与社区建立沟通桥梁 来协力促成社区都更意愿的整合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